有窺 身材纤细的陈美 摇身一变 成为信心十足的滑雪选手 近年35岁的她 只训练了6个月 就取得高山滑雪的参赛资格 如果我最后的高山滑雪 我没有问题 我知道我花了6个月 训练 其他游戏都已经有6岁 所以你能不能比较 而陈美会从成功的小提琴家 变成滑雪选手 很大一部分 是因为她管教严格的妈妈 陈美的妈妈 从小就不准她切菜滑雪 或做任何有可能伤到双手的事 甚至在陈美20岁之前 都不准她自己过马路 想圆滑雪梦的陈美 更因此和母亲关系决裂 决定走出自己的路 来东奥滑雪比赛 同样在索契 高山滑雪项目中的男子超大渠道在 36岁的美国老将博德米勒 风头更胜 虽然她只获得铜牌 但是她写下新纪录 成为东奥史上年纪最大的 高山滑雪得牌选手 台湾网球女将